打八號封球期間 你可不可以叫外傭不要出街 但事實上你又好像沒有權力不讓他出街 但很多醫療保險在八號封球出去 受到傷是不包的 即使我自己出去 受到傷的話也不會負責 所以確實有些僱主購買這份保險的時候 面對一些困難 另外也有出現過 有些外傭放完家回來就懷孕 那些真的很痛苦 他懷孕又懷孕三、四個月 接著又要去生 當然懷孕是權利是應該讓他生 但你想想真的有些家庭請外傭回來 是希望幫輕家務 局長我想問一下 你會不會考慮全面檢討有關外傭保養條例呢? 麻煩你 我也明白議員所提到的僱主 面對一些挑戰 特別是出現這些情況 主席 我想我不如用一個間接的方法去應議員的訴求 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 我們現在聘用了三十六萬個外傭 我們是覺得我們很需要去想 如何去有效在多方面去保障我們的外傭 如何去幫助僱主去處理呢? 我相信我們勞福局和勞工處 在日後的工作裡是會仔細去看我們 在哪一方面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 多謝主席